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之后 直接在讲那个金流到底跑到哪里去 你说你一直看到了李文中 你一直看到了书雅虎 你相信整个检调是完整的 检调完整的 检调也找到破口 金流真的有眉目了 我看到李文中被生压境界的第一刹那 我就想到有金流了 有金流 因为李文中在柯文哲身边的角色 其实就是大帐房的角色 一直以来在政治现金 或是以前在市政府被派去敲弹 他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你真的以为他的专业技能是捷运吗 因为他曾经被担任捷运公司董事长 没有啊 他专业技能不是这 他最专业的就是因为 他是柯文哲的亲信 那柯文哲的亲信 当然就是帮他处理 柯文哲无法交给别人来处理的事 也就是不是市政专业的事情 你从他在他整个竞选的 这个担任的角色你就知道 你知道总统大选的政治性现金 来来回回是几亿 几亿就交给两个人来处理 一个是李文中 一个是他妹 其实他妹就是他的助手 所以看到李文中就想到钱 看到钱就想到柯文哲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说 如果把李文中逮住的话 那就代表这条金流的 第一个有金流 第二个这条金流的线 又离柯文哲再近一点点了 大家去看 他们两个李文中跟朱雅虎 因为是同时被生涯境界 一个收费一个行贿 大家就认为说 所以朱雅虎是不是就是行贿给李文中 不一定哦 只是一个代表说一个有送钱 一个代表有收钱 但是李文中收的是不是 朱雅虎的不一定 朱雅虎是不是送给李文中 也不一定 所以现在你说 现在外传说朱雅虎给了李文中 一千三百万你说还不能确定吗 还不确定 因为现在媒体报道都不能确定了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 因为检方是以收费跟行费 收费只要有这个费制 就代表有金流有利益 不管你是契约 或是你直接交付 就代表有这个利益存在 那今天检察官非常特别用的是 这个贪污自罪条例的第四条 第一项第五款 而不是用第六条 第一项第五款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对李文中来讲差别在于说 他是在收费的 或收受利益的那一刹那 行为时是不是有违反职务 这什么意思呢 他那个时候是公务员 是不是公务员 不但是公务员 而且可能是可以跟金华城 有业务往来的公务员 就他的业务范围就是 他的业务范围就是金华城 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 叫做违背职务收费罪 是使公务员在职务范围内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该做的没去做 因为收费了 那第六条第一项第五款是说 他非主管或监督业务 譬如说我是捷运公社董事长 人家给我一笔钱 拜托我去跟柯文哲摇耳根句 我瞧动了 可是因为我是捷运公社董事长 这个不关我的事嘛 所以这叫做对于非主管及监督业务 这时候就应该用第六条的 第一项的第五款 但是今天检察官是非常清楚的用 第四条第一项的第五款 违背职务收费罪 那我就很大胆的假设了 就是检察官现在逮到他的行为时 是应该是在他担任市长室主任的 那一段时间 他办公室主任 对 他办公室那一段主任的期间 他对于市府所有的业务 都可以上层命令下去指导 这就是市长室主任的角色 所以如果他是市长办公室主任 那柯文哲的关系就更直接了 当然因为市长室的办公室主任 说大很大 说小也很小 因为他不过就是个 12职等的检任级的这个基要顾问而已 可是他之所以大在于说 他的职务里面就写着 他是上层市长的命令 然后可以去监督所有市长关心的业务 或者是协调市长所有关心的业务 所以他的权力来源在于市长 这是市长是主任唯一的业务 就是权力来源是市长 呈市长的命令去处理这件事情 也只有在那一刹那 他才有所谓的违背职务的这个问题 可是他的角色到底是收费是自己拿 还是代收转付 收了以后回去代转 那这件事情当然未来我觉得检察官 在起诉上会写得更清楚 但是要强调的就是 只要你看到收费跟行费 就代表检察官找到金流了 可是民众长讲那个跟柯文哲没有关系 现在刚刚讲李文哲早就被开除当机了 我觉得民众长可以不断的切切切 切到最后彭正森副市长跟市长没有关系 局长跟市长没有关系 连市长的兄弟都跟市长没有关系 到最后你把全世界都砍光了 然后跟我们讲说阿伯是清白的 我觉得这违反正常人的想象 而且如果他是以违背职务罪 我刚刚说的嘛 违背职务收费罪的话 那就代表那是他在市政府 担任市长是主任的期间 跟你后面有没有开除党员 是没关系 因为他当下是柯文哲的主任 刚刚讲的 今天突然的下午传说 原来连政组又动了 连政组今天针对十个被告五个人 然后呢缤分十数个地方 又开始进行搜索 你不是该搜的都搜了吗 该查都查了吗 今天怎么会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刚刚讲的 今天突然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陈文哲 一般外界非常不熟悉 原来他2021年的时候 已经离开北市政府 已经离开柯文哲 他是柯文哲 从2016年到2021年的随护 怎么今天突然变成证人了 包姐搞不好 司机跟随护会变成 这个金华城案 破案的整个关键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说 这个司机出来之后 这个沈静晶的司机出来之后 你看沈静晶昨天被 马拉松的约谈了 14个小时 对 紧接下来的话 约谈了这个柯文哲 接下来的话 昨天又传出说 我们海外的这个金融情报中心 要启动 要查有没有洗钱 这样一件事情 就你看今天突然之间 连政署开始大动作 兵分十路 十路之后 约谈了朱雅虎等等的 约莫有15名证人跟被告 你想说为什么突然之间这样 搞不好有什么新的市政 所以你说 这个要拉成一条线来看 这一条线来看就是 你看到之前 居然舍机机 马拉松的 他说他已经快受不了 他已经上不错 他已经全身战斗了 居然我给你 直接提训了14个小时 提训了14个小时之后 昨天 马上提训了柯文哲 提训柯文哲之后 今天刚刚讲的 大动作就出来了 除了这个所谓 兵分十路 这个大动作之外 今天不是传出来 刚好是陈佩琪 退休之日 那人就说 搞不好接下来的话 北检就会在赌约谈 这个陈佩琪 所以陈佩琪来说 退休搞不好是另外一个 官司生涯的开始 也不一定 因为他的很多金流 因为最近又出现 非常多的这个新的市政 那尤其是我觉得 今天有两个人呢 出现在这个北检的 这个格外引人注意 谁 一个是民众党的副秘书长 徐甫丁政署 另外第二个是谁 另外第二个是陈文忠 陈文忠就过去一段时间 担任过柯文哲的随护 我刚才不是就讲吗 随护跟司机 搞不好变成这个案子 破案的这个关键 因为随护是最贴近柯文哲的人 他跟柯文哲 最后也闹得很不愉快 那他倒不会抖出什么 当然我们就接下来 等着看下去 而且你讲说 为什么陈佩琴 在这个时候的角色 被凸显出来 是因为这样连法务部 调查局的海外金融情报中心 居然启动了 这个是刚刚讲的 艾格蒙的这个互动 全世界在查这个资金网 来由美国主导的 艾格蒙的这个组织 这个东西 我们的调查局 是跟他联斗的 联斗了以后 海外的资金 是不是就开始有动作了 海外资金的关键点谁 海外资金的关键点 就是陈佩琴 对 所以你看 曾经已久的案子 突然之间 好像又有发展 新的发展出来 所以来说 接下来的话 可能我们会看到 陈佩琴被约谈 还有今天的这个 测问中 到底会不会说出 什么样关键的 这个人事实地物 会变成是这个案子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 这个重点 好 我看到今天的媒体报道 就是本来讲说 这兵分实录 结果想说 没有哦 是兵分数实录 你倒是有什么样的地方 开始进行搜索 进行搜索之后 刚刚讲的 已经离开柯文哲 过去担任过柯文哲 五年贴身随护的陈文中 今天居然与证人约谈 证人约谈 下午的时候 到现在这个时间 他也转到了北浅去复训 他到底知道什么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料 本来已经成绩一段的时间 为什么又把他给挖出来 抱歉 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事实上 之前的浅年或是北浅 已经已经搜索过非常多些 已经中共都已经搜过一遍 然后柯文哲所知道 我们目前为止 所知道柯文哲的所有的地方 都搜过 那为什么还会兵分数字 你到底在查什么 其实还有东西查 所以这里面暗示你什么 可能有金流 或是有其他证据 已经被找到 所以可能之前 你也有新发展 新库在哪里 被找到 所以才会去搜索那些地方 或者说你再去搜中工 你是再去搜中工 应该不是 所以才说这个非常有意思 你说这几个地方 应该是新的地方 对 没错 好 那除了这些新的地方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陈文中 我把这个陈文中来说 你看这次你看 这个陈文中 就是这位 这位来说 他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他从2016年到2021年 是担任柯文哲的随身的这个 五年 而且这五年刚好 就是柯文哲黑化的时候 从2016年开始的时候 现在不是有踢爆吗 连在这个所谓392 变成是560的 清化城的这个案子里面来说 他柯文哲当时就已经涉入了 所以你看 从2016年开始他就担任 这个陈文中就担任柯文哲的随护 到2020年的时候 当时的星光的相关的这个变更 还有包括说像2021年开始的 金华城的变更里面 甚至他知不知道说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 跟沈静静见过几次面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 跟这个吴东静见过几次面 然后吴东静到底有没有 到曹春莹去唱歌 这些他都可能会知道 他知道他讲出来之后 你不是可以串上 他们这些人真的就是在一起的 然后他会不会说出说我曾经去过什么地方 保持我现在才是关键 我们去过什么地方是 过去检掉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说出来 我曾经在柯文哲到某某地方去 保持这个讲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真正破案的关键 就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他的金库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才说 这其实新的发展 我们可以好好的这个观察 但今天我最好奇的是 徐甫跑出来了 对 徐甫居然跑出来 所以大家都在查说 你今天连车署到底去搜索哪些地方 你到底约谈哪些人 到底哪些人是被告 哪些人是证人 结果徐甫就背个背包 然后就唐儿皇子的进来 唐儿皇子进来 他说跟我没有关 跟你没有关 你干嘛跑到这个搜索 跑去这个地方 而且你看了跑到这个地方之后 他说对不起 跟我没有关 我为什么觉得对徐甫非常有兴趣吗 因为我知道在整个民众党 也就在柯文哲旁边的人 每个人都已经黑化到同墙铁壁 没错 他老婆同墙铁壁 那个脸皮子弹打不穿 我跟你讲 黄珊珊脸皮打不穿 柯文哲脸皮打不穿 吴玉圈脸皮打不穿 可是徐甫不是 徐甫是有良心的 每次民众党在讲这个实话的时候 谁是破口 都是徐甫是破口 你有看到吗 他讲着讲着就哭着 他有血有肉有眼泪 他是真的 他还算是 就我真的很好奇 如果他真的到检察官前面 他会讲出什么 没错 今天徐甫到了这个连政署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来这边干什么 他说他要交一些资料 那他目前为止也不是正人 也没有被约谈 他在干嘛去 他到底连政署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保洁人你说的没有错 整个民众党里面来说 几乎什么 这个陈志涵 然后黄珊 每一个都是 你跟他说什么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说 就是这样说 每一个都可以指路为马 每一个都可以睁眼说瞎话 每一个都可以说谎之后 然后完全面不改色 完全毫无愧色 而且对外界的实义 他也没有任何愧疚 跟不舒服的感觉 只有一个人有 只有徐甫有 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连政单位减联跑去了木可公司 减联单位跑去了 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竞选总部附近 谁讲实话 徐甫讲实话 当时门打不开 谁去开门 徐甫去开门 徐甫是老实人 对没错 我必须说了 在众多这个心里坚强素质的民众党人的心里面来说话 结果就徐甫呢 是相对真的比较脆弱 我必须这样讲 为什么 他都哭了 对你看 他接受这光秦节的访问的时候 他居然说实话 你看过陈志涵哭吗 不可能 看过黄三三哭吗 对不可能 都是鳄鱼的眼泪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认错过 你看他说什么 你看老实说已经信用破产 他居然会说这样 所以大家觉得每一笔都有问题 他居然讲出这个真的大实话 被他讲出来 另外还有什么 之前不是有这个便当遗文之后呢 陈志涵就一口咬死说 事务爆 其实是9万多 就被务打成96万 结果徐甫 他还是老实说 是务登啊 那因为这个里面来说 上一栏是110 然后下一栏是960 所以才变成是96万 他讲了实话 他跟他老婆也没有对 他照理说他应该老婆说什么 他就对了什么 结果没有 他就讲出实话 还有一个状况 另外包括说 像之前减连在搜索这个台拨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去搜索 他办公室搜索基金会的时候 吴毅确说没有 没有这件事 结果徐甫就说 有有有 他进办公室 结果还给他六箱资料 对 所以事上徐甫呢 是这个所有民众党里面来说 目前为止 可能还稍未 没有完全黑化 对 还没有黑化里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是不是变成是个 未来检掉很容易突破的突破口呢 我们当然就是自己去看下去了 而且刚才讲到 现在在民调上面也可以看出来说 柯文哲跟赖清德 现在已经进到了一个 最后的尖锋对决时刻 这个尖锋对决时刻是 我们看到赖清德上任的100天之后 他的满意度是高达快到6成 他的整个不满意度是降到了三成以下 这个在台湾是非常难得的 很少说有一个总统 一上台了以后的满意度这么高 可是你会发现 他为什么满意度这么高 就开始树摊 台湾的人当然是欢迎树摊的 可是这个礼拜 也就这个月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他的满意度跟信任度竟然下滑了 那满意度跟信任度为什么下滑 因为他跟着柯文哲的对决 进入瓶颈了 没错 而且对决的案子来说的话 宝杰会在金华城这个案子 为什么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做法里面 他把这个柯文哲所有的案子 来把它列出来 到底民众最关心哪个案子 你看 百分之五十六的民众 最在意金华城的建设的开发案 所以这个案子变成是 柯文哲跟赖清德的生死决战的关键 在这边 为什么这样说宝杰 你看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他信任度 还有包括说他的这个执政的满意度来说 最好说是在八月 八月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就柯文哲案子刚爆发的时候 好开始办案 看民调开始往上冲 那时候我们就说 果然这个树摊有用 打下去之后 你看民调来到了五十八点九的高点 可是你看过一个月之后 他居然下滑了六个 五二点六五 下滑了六个百分点 然后不满意度开始往上升 不信任度往上升 不满意增加八个百分点 不满意度 满意度也开始往下滑 所以都同时往下滑 但是你看到一个状况是什么 柯文哲打不死 稳住了 对你看最低的时候 最低的时候21.9 当时是赖赏最高 他最低 所以他现在往上升的时候 赖赏就往下掉 所以他们两个显然形成一个什么 这个敲敲板拉锯战的一个过程 我继续帮你往下打的时候 这个赖赏的民调 才能够再往上冲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们两个之间 所以今天就有动作了 对所以看起来的话 就是新华城变的是 赖赏跟柯文哲民调对决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所以你看 现在的减联听说 有一波的这个开会动作 是不是接下来 会有更全面 更清 会有更全面的调查动作 当然我们就看下去了 一波 今天联赞署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兵分数十路 找了15个证人跟被告 可是你说 里面最关键的是陈文忠 这个人在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 这个人居然跟了柯文哲五年的时间 他是他的天生水虎 他跟柯文哲真的非常亲密吗 而且他为什么会离开 他真的有很多柯文哲的资料吗 对今天来讲的话 所有的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陈文忠 陈文忠在从井的时候呢 其实他原本是中正一仁爱所的所长 那那个时候仁爱所管哪里 管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里面有很多的大教授大医师 而那个时候呢 柯文哲还在哪里 他还在说在地下室 在地下室 他在台大的医生里面是不受用的 好像大家都没有要理他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去找那些大医生 大教授 好 只有陈文忠 他仁爱所的所长 他是大所长 但是他对柯文哲非常非常的礼遇 真的假的 对他非常的照顾柯文哲 柯P柯P 教授教授非常的客气 所以那个时候 柯文哲要出来选举的时候 其实保大要派其他的水舞给他 柯文哲就说不要 他是点名 对 他就直接点名要 他是点名陈文忠 他就点名陈文忠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台北市的警察局的高层 是不喜欢这样的 你会不会选上还不知道 如果每个人出来选的 我都点名要带走我的所长 那不就乱掉了吗 可是那时候陈文忠就举手说 太愿意 报告我要去 所以这个就是知己 这个就是交情 因为那个时候柯P选不选上 大家还不知道 大家还是觉得说 你虽然是素人从政 气势不错 但是有办法直接选上台北市长吗 所以陈文忠是在第一秒的时间里面 赌上柯文哲的人 对他就赌上了 原本到了中正一人爱所了 下一任就到警察局当警务证了 他那个时候就是把他自己的工位拿出来赌 修贺有没有赢 赢了 所以呢台北市长 那个时候柯文哲一选上的时候呢 他的首席做官就是谁 就是陈文忠 一路陈文忠呢 就一路跟着他跟着他 其实你这些随乎这些做官 他是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规定的 但是柯文哲坚持 从头到尾 就是他就是陈文忠 所以他后面有一些状况出现 可是你知道吗 陈文忠现在是哪里的长官 哪里 柯文哲他卸任台北市长之后呢 还是给他撒出去 所以呢他现在是大安的行政组组长 还是有帮他 对还是有帮他 所以呢陈文忠今天被传来的话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这些四大案五大案来讲的话 所有的时间 谁在柯文哲的身边 陈文忠 就是陈文忠 而且呢 他是所有人里面最了解的 为什么呢 行程他要看过 因为他是警戒出来的 到底那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还有当地你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在台北市 你跟派出所 跟哪个分局 你还是要联系的 如果今天柯文哲 去逃租影员 不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随护 可能有办法去跟他讲说 今天市长勤务 但是你们不要到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陈文忠有没有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 帮忙党人 如果你今天要看一个 一个隐秘的人 你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的话 你警戒出来的 才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 而他今天被传唤出去 被勾击出来之后呢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柯文哲 这四次的提讯里面 一定至少有好几次 陈文忠在旁边 对 他在旁边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 柯文哲他讲了 或者是柯文哲他不想讲 我不清楚 我忘记了 你去想 陈文忠那边都会有资料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陈文忠就是他跟他的前组织 两个要来match 如果这个东西查得清楚 但我觉得很难 但是只要一有叮答出来的话 柯文哲危险了 好 另外就讲说 当时我们讲到了沈庆金 沈庆金一直在说 我的身体不好 我上度下泄 我还会全身赞抖 全身赞抖 我希望我能够聚保 我能够这个所谓的保外就义 可是没有 我就是把你压着 压着前两天还把你什么 提讯了14个小时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马拉松 你当时就讲 如果今天 因为今天检掉代表 你人影在手上 我要你来就来 我要你就走 今天会给你 那个14个小时代表 你今天讲的话 我已经踩到了 踩到了以后 我要杠上开花 我要巩固我的这个基础 才会搞那么久 接下来就是柯文哲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大搜索 然后呢 就传出了调查局 你说 这个是整个一条线的发展 办案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办案要有节奏 这个14个小时 他都已经带尿袋了 你给他弄到14个小时 从早日期玩到晚日期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今天交代了 而今天这个交代东西 至关重要 我不能让你回去 不能回去 对 他回到北索 跟他的室友 如果讲一讲之后 又硬起来了 又不愿意交代 那就不行 所以他讲了之后 他腿软交代东西之后 柯文哲就来了 来了之后 一定是对不好 对不好之后呢 马上今天就大动作 今天来讲的话 29路的搜索里面 然后约才 接下29 29路 你想想看 你要都要收拾 本来以为 10路 你说你知道的是 29路 大搜索之后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事情 就是 里面一半的人 都是威精的人 代表什么意思 老闆都说 你们要说吗 一半是威精的人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今天来说 真的有 贿赂的话 钱谁出 一定是小婶出 不可能 应小威出嘛 可是 他这大老板 年纪又那么大 还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吗 那会不会是 要有人出钱 一定就是他的左右手 所以呢 今天威精的人 为什么被传那么多 其实就要厘清说 如果真的有金流的话 而会不会是 透过他们里面的人 慢慢的转到那个地方去 那如果真的是 会到柯文哲的话 谁会知道 柯文哲会知道 陈文忠会知道 但柯文哲不认的话 那你陈文忠 你是不是要交代一下 好 瑞德 原来本人以为说 今天兵分十路 真的像郁峰讲的 不是兵分十路 是兵分二十九路 另外今天 他跟着他这么长久的 天生水户 变成了证人 你说这个动作 这个进展 至关重要 陈文忠的身份呢 应该说 是柯文哲的 最佳男配角 男配角 为什么 因为他跟他有多亲呢 我就报一个东森新闻当年的一张照片就好了 各位 这是东森新闻当年的照片 这是民众党成立的时候呢 发行上面讲 你有没有看到他手机壳 手机壳上面写什么 什么 我磕粉 我骄傲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陈文忠 这个人就是陈文忠 你陈文忠是警察 你陈文忠是警察 你应该中立的 你中立的警察 你的手机上 我磕粉 我骄傲 再放大一点 我磕粉 我骄傲 就是他 相传他加入台湾民众党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当年的 这个东森新闻就是这样报导的 那陈文忠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陈文忠的身份不一样啊 一般的随护呢 要排班表 那一般的随护呢 要这个等于说轮流 轮值啊 一般公开的场合 随护要带枪 跟着那个市长 保护他的安全 但是呢 有些场合 私人行程 不便当你的话 一般的随护就不用来嘛 对 但陈文忠不一样 他还会跟着 陈文忠他的身份不一样 而且呢 他到后来 因为很多 有些这个警官 警戒的人士 有这个警官呢 有去检举他 所以当时还闹了 大概在2020年 2021年的时候呢 还闹了很多的新闻出来啊 检举什么 检举说 他可能爆章的部分呢 爆章有问题 还是什么哪里有问题 后来是 所以跟了柯文哲 爆章都会有问题 警察局督察是查过 那么认为说这部分呢 至少在这个刑者的部分 是没有问题啦 但是 也因为闹了这个事情 所以后来 因为呢 客人 我们台湾警戒 台北市警戒 有个六年条款 同一个警察 在这个地方待了六年 必须调职 对 后来就用这个理由 把陈文忠才调离开的 所以后来才去大安分局嘛 还是刚刚玉峰有讲嘛 其实大安分局 当个组长 还是算升官耶 你知道吗 那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陈文忠他 听说 听说他八面玲珑 然后呢 各位 那柯文哲不是有个一日双塔吗 对 他旁边不是有一些 高高壮壮的 骑个脚踏车一样 穿那个相关的 骑脚踏车的服装 跟着他下去吗 你说陈文忠就是其中一个 你知道吗 跟着一日双塔 对 然后呢 除此之外 柯文哲 柯文哲开始要准备 要选总统 干嘛的 那么常常要搭高铁吗 听说高铁票都是陈文忠订的 所以柯文哲的 他的所有的行程 那么与其说是陈文忠是 贴身随附 事实上 他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有随行秘书的 那个味道在里面了 而且他跟柯妈妈非常好 当年早期的时候 各位 宝洁你别笑成这样 柯文哲刚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那个很多企业尾牙 已经能够请到柯妈妈跟柯爸爸 来到他们的企业在一个 那么大的餐厅哪里 能够请到他们俩 不得了啊 很多时候人家都会来拜托陈文忠啊 所以你就知道 他对这个 怎么说专案 他是柯文哲最厉害 最了解他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柯文哲去哪里或做什么 他也略知一二 略懂略懂 所以你说今天传他 重不重要啊 对不懂 大场面真的开始了吗 刚刚到每一早电子包迷调来讲 其实对赖清德来讲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赖清德的信任度跟满意度都在下滑 也可以看出来说 他的树摊扫黑的红利已经到了紧缝 很多的紧缝也就代表 今天大家对于你金华生 对你的五大案 现在停滞不前的怀疑跟不满 但另外一方面 柯文哲稳住了 大家也在看 这个案子到底会办到什么程度 只有今天大场面来了 真的会有变化吗 首先第一个从美利岛电子报的民调来 九月公布来看的话 赖总统跟这个卓院长的民调都双双下滑 但我们先谈总统 总统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掉了大概六个百分点 负面的大概增加了八个百分点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幅度的下滑 我们必须要提出来这是个警讯 一个多月来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月掉了八个百分点 不只是柯文哲六个百分点 六个百分点 不只是柯文哲的案子 但是就是说我们拿这个比较 所谓的打贪红利 是不是已经开始衰退了 到紧绷了 而且下滑了嘛 因为赖总统下滑 下滑因素一定有参达到 其他的各种全面的新的社会因素 我们要仔细分析 但是现在不在这边谈 对 也就是什么电价 这个贷款 各种因素 但是比较奇特的事情 是柯文哲跟民众党的民调 并没有下滑 反而微服上扬 顶住了 就反而顶住了 但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 从个案来看的话 大家都不相信柯文哲 然后从上个月跟这个月 我们同时做一个相同的议题 大家相不相信柯文哲 会在赖总统任内 会去判刑坐牢 那这个百分 这个人 这个月出现的百分比 是54.3 对 上个月37.5 你看见没有 所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 到由过半数54.3 相信柯文哲会被 会判刑坐牢 对 所以换言之讲 柯文哲这个概念上来讲的话 他会判刑坐牢 对 但是他的铁粉 还是稳住了 20到40 20到30岁这个部分 还是相当的稳 还有相当的比率 顶在那边应该这样讲 对 那这个比率会不会因为 最后起诉之后 他的金流的曝光 然后能够让会 让柯文哲最后的一块 那个骨牌 能够会被推倒 对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 现在如果说 我敢讲用简单的讲法 如果说柯文哲被起诉的时候 没有办法办到他的金流 对 或是他的这个所谓的 贿赂的事实的话 会对民众党政府 跟台北地监署 给予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否定的讯号 也就是 其实 如果你看到柯文哲 虽然他现在的知识度 还维持在两层 这个已经是非常可怕 被打成 这个还在两层 可是他的根基 其实已经开始被摧毁了 这个根基是什么 这根基在7月的时候 当时认为你会被起诉搜压的人 37.5% 现在认为你会被起诉搜压的 已经高达54.3% 更重要在哪里 更重要是你怎么犯罪 当时还有35%的人认为 他没有犯罪 35%认为柯文哲没有犯罪 可是现在认为柯文哲没有犯罪的 其实已经降到17% 已经开始巨幅的下滑 那你为什么还是苟固在这里 现在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跤 应该我认为在这段时间 柯文哲9月5号说到今天为止 你必须要承认 民众党的这种 就整个的冲撞政府 指控政府司法不公 政治追杀 这个东西 这个民众党的策略 还是有效的 黄国昌也好 包括黄珊珊 包括陈佩琪 在各地的 咬死不认 妙口开讲打死不认 这个打死不认的这个策略 到处跟小草开始有很多行动 很多抗争 这个抗争确实在社会上 或是说在他们所诉求的 小草20到30岁这个族群 发挥了一定程度的 一定的发酵 换言之讲我讲比较坦白一点 如果今天不能够把柯P 整个把它压下来 把这个案子办得很漂亮 甚至于说 如果今天我是赖总统的话 我从民调上来看的话 就要让它继续能够破案 然后收押 然后接押 永远一直连续把它押进去 四个月晚继续押 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做到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彻底 从政治上解决 2028的这个敌人 2028的敌死后彻底殲灭的话 赖清德的民调才有可能往上走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形成一个 政治上跟司法上的一个两个 看起来是 看应该理论上不相干 但是现实上是互动关系 也就是换言之讲 柯P没有打死的话 赖清德重伤 看到每一道电子包 柯到现在还有20%的一个支持度 20度的支持度 很多人就放话说 你只要打柯不死 柯就会反噬 整个反噬过来 它会更加壮大 有这回事吗 而你说柯已经完蛋了 其实民众党支持者 甚至称 他这个柯文哲本人 可能都还在想说 打我不死 将必死我更强大 但观众朋友 政治上面的攻防 他跟城局潮水 那个是一回事 这个是司法案件 这个是土力 而且这个是完全摧毁柯文哲 原本人设的事情 摧毁了 他自己摧毁自己 不是别人害他的 我们先不要讲金华城 光是金华城之前的 政治现金案 买商办4300万的时候 他民调没有狂跌吗 没有错 现在还撑住 小草还没有全部走光 可是宝洁哥 我要讲的是 你一个民众党党主席 一个选过总统的人 你的支持者 只剩下这些铁粉 你以后能干嘛 能选上 帮黄国商选上新门市场吗 不能 你能选2028吗 不能 你甚至跟卢萱恩搭 卢萱恩不一定要跟你搭 所以我说已经没有了 即使没有找到金流 没有安全 贪污水条例 第四条去起诉他 可是 土力罪是五年以上重罪 到这为止 很多的知识都还在想说怎么样 我直接讲我的看法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柯文哲已经没有了 就是连你以后说什么样 去帮 以后参选人 人家不一定都要让你站台 因为后面会有 第一个 起不起诉 99%起诉 有没有罪 可能有罪 当你被判有罪以后 的政治能量就消失了 如果你说 土力罪是被 国民党找李树德出来 选总统就好了 李树德就给我们土力罪 被逼审判九年 所以阿伯没有明天了 不是 他的明天是说 他已经没有那种 强大的政治能量了 那因为民众党跟他没有登出 选择跟他绑在一起嘛 我就看他什么时候登出啦 现在都这样讲 如果一审有罪起诉的时候 还要继续这样做的话 这是民众党的选择 可是民众党将会成为 无法撼动蓝绿 第三势力也被登出 以前是讲说蓝绿白 这次选举确实是有把这个 369万票的票数并不低哦 可是柯文哲现在目前的状况是 他把他自己过去的人设 就算金华城安 他没有收到任何的金流跟钱的问题 可是你对他 开的这些便利之门 徒力最后被起诉 或是被判有罪的时候 你跟你以前讲 拿着刀叉吃人肉 跟财团离元一点 那个说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小草跟铁粉会在 可是这些人无法影响 2022年跟2028 特别是2028 我根本认为柯文哲 没有任何机会参选 所以小立元欣欣老师讲了 还我清白的那句话 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他不会再参选了 任何选举都不会有 他是参选人的 所以没有还我 顶多选市议员说 我还可以抓住阿伯的小草 十几%我能当上市议员 还阿伯清白 市议员喊喊有可能 选直辖市市长 没了 选2028 也没了 今天我们看到 简连带外 兵分29路进行搜索 而这个搜索 照理讲是非常隐秘的 为什么会突然被大家知道 原来关键 徐普今天这个动作 真的太奇怪 他说他没有被约谈 他说他跟所有的案子都没有关系 你没有约谈 你跟所有的案子都没有关系 你干嘛今天背了一个背包 然后跑到连政署 只有你去吗 不是只有你去 你前面那个光头 就是柯文哲的秘书 柯文哲的律师 你干嘛跟着律师去连政署 然后呢 去到那边打个招呼 晃了一圈 你就走掉了 但也就是因为 你这样的一个动作 打草惊蛇 大家才发现 今天有事发生 今天有什么事发生 今天就是减连 兵分29路 兵分29路 今天不是讲吗 已经把威京集团 收了一遍 已经把威京集团的子公司 全部搜索 就今天不是 大动作 你看今天传说 连我们看到 沈庆经的这个秘书 贴身的秘书 今天都被约谈了 而且许有很多 你觉得非常不重要的人物 也都在约谈的范围内 所以大家不仅好奇是 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大动作 而今天这个大动作 真的会让案情整个波云渐日吗 这样整个案子 开始杠上开放吗 所以师兄 怎么可能这样 今天 现在传说 传说传说传说 对 沈庆经的秘书都被查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 疑似是沈庆经的秘书呢 进入到这个 我们相关的单位 被约谈的一个情形 今天是这样子的 今天减连呢 一共出动了这个约谋是29路 29路来说 找了非常多人 搜索非常多地方的时候 有约谈的16个人 16个人里面来说 有10个是被告 有6个是证人 那这到底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 一过去我们都 除了朱雅虎我们知道之外 其他被告 还有其他证人到底是谁 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这里面来说 包括说像柯文哲的随护 陈文忠有在内 这也是柯文哲贴身随护 跟了柯文哲六年的贴身随护 今天也是证人 对 另外一个就是来自 可能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可能是被传出来说 可能是沈庆经的相关的这个基要秘书 还有他相关的这个秘书 还有尤其是怎样 今天有很多人是怎样 是说是金华城 或是威京集团的基层员工 还有包括说像是民众党的部分党工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保持公司 知道我们不是都一直在怀疑了 这个钱的流向到底是怎么流到 他们双方 如果是透过 因为一定不可能是 沈庆经亲自动手 是不是透过这些员工 然后在那边动手 还是说检调查到什么 这些员工会不会就是当初 会99999给柯文哲认证 他们是不是相关知道这些 所以才会为什么要约谈 很多基层员工 这就是可能会找到 金流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而且我们这边不是讲吗 今天许甫的动作真的太特别了 他今天突然出现在联资署 那他讲 许甫你是不是被约谈了 你是到底是证人 你还是被告 而且我们讲的 许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的太太是从墙铁壁 那个子弹脸是打不穿的 只有许甫 通常会被破 有破斩的 会讲实话的都是许甫 难道你今天被破口吗 难道你今天被约谈吗 没有 他不是被告 他也不是政人 他今天没有约谈 不是你 你干嘛去 今天我们看到媒体就讲 就是因为 许甫跟着律师 莫名其妙跑到廉政署 整个搜索行动才曝光的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许甫他来到这个连政署 连政署当时就有很多人问说 你是被约谈还是怎么样 他说没有 我不是被约谈 那你是政人吗 也不是 那你来这边干什么 他说我就是来交一些资料 那好像有交资料吗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交资料 他没有交资料 那他到底来这边干什么呢 宝杰现在就 他在破局的吗 媒体就说 他可能就是 来了之后 让媒体知道说 好像今天原来 简林有动作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刚才不是讲吗 因为今天还有约谈 民众党的党工 所以民众党的党工 他是不是来破这个 民众党党党工这个 他是在跟大家通报说 现在有在约谈一些人 还是在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 为什么会到 连政署去这个地方 不是你今天 因为你徐甫这件事情 见光了 见光就知道进行搜索了 进行搜索了 对 柯文哲就知道了 对好那我们就讲嘛 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 简林好像新一波的办案 要往上 这个开始拉伸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案件一直没办法突破之后 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了民众对于说 你的案子办不下去 这个柯文哲好像 慢慢慢慢就有人 会开始同情柯文哲 你看起来就没经济嘛 你就像这样 这种生意会慢慢出现 出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一直没办法给他 证明有金流 那民众党的反弹 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民调的 这个出现数字就是说 你看对比柯文哲 跟对比我们赖兴德 总统的信任度 或是他们的状况来说 柯文哲照理说 被关起来的话 信任度再继续往下破滴 但是他没有破滴 稳住了 那反而是 我们赖总统的 这个信任度是往下滑的 为什么往下滑 当然你可以解释说 最近有很多其他执政的因素 但是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这个案子 你要打他呢 你要这个 你要打黑这些 你没有办法 你要打出成果 你目前打不出成果 打不出成果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说 你可能是压人取贡 这些声音会慢慢出现 所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看到了赖清德的信任度 掉了六个百分点 他的不信任度高了八个百分点 而你看到柯文哲 柯文哲的这个所谓的信任度 没有什么大变化 23.4 23.5 其实一样 他的不信任度 其实是稍稍下滑了两个百分点 就说如果柯文哲的进化成案 没有重大突破的时候 这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对赖清德总统的这个信任度 会稍微影响 这两个会形成一个 微妙的这个关系的 互动的这个变化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 今天不是传出非常多消息 就是传言这个 接下来陈佩琪退休之后 恐怕他也会被检掉 相关的单位约谈的一个情形 那包括说我们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调查局又启动了 这个联合的这个 所谓金流茶器的中心 跟国际爱格盟组 就是开始联系了 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有些 新的金流出现 所以才会有今天 我觉得今天比较奇妙的是说 因为他约谈了这些人 他说是金华城 或者说像民众党的 基层员工跟党工 那这个到底说 这个案子里面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刚才讲的 今天不是兵方而久 如果查了16个人 16个人有的是证人 有的人是被告 这个证人被告里面 今天最亮眼的 大家说两个 一个是刚才讲 沈基金的秘书 怎么会动到了秘书 动到了沈基金旁边的人 第二个就是 柯文哲的贴身随护 对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是越来越往 他们周边的 相关重要的人去抓 那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都是最知道 他的行程 那他的怎么作业 都非常清楚 从你看 开始有司机 出这个所谓 沈基金的司机 然后你看 今天这个柯文哲的随护 还有沈基金的秘书 你看越来越多的 这个都往这些人 去集中了一个状况 你跟他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陈文忠 陈文忠来说的话 他跟着这个柯文哲从2016年 到2021年 刚好横跨在说 从目前为止 媒体踢爆了这个 金华城的前传 到目前为止 2021年的 2021年的金华城的 这个变更 到2021年 2021年中间的 北四科的案子 他一定都知道 非常清楚嘛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陈文忠 尤其他最后来 跟柯文哲闹得很不愉快 闹不愉快 对为什么 因为听说他还爆仗 扶爆很多仗 被柯文哲抓到 柯文哲对这种所谓 要求那么紧密的时候 他当然认为说 你这个不行 所以他离开之后 他会不会呢 抖出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 接下来我们好好观察 好 刚才讲的是 今天当然约谈了很多人 今天约 冰封29路 冰封29路约来这么多人 你说这个东西 陈文忠你觉得是最有趣的 陈文忠一直都贴身 他的贴身随物 可是你说他的贴身随物 其实有两个关键的人物 那为什么今天 检调单位 专门锁定陈文忠呢 小杰哥你看今天找谁 陈文忠 陈文忠是谁 他不是他贴身随物吗 我跟你讲 所有跑真正行文的记者都知道 你先从司机跟随物下手 你吻不到那个当事人 市长电话你怎么打得通 因为打过去也不是他接 都是贴身随物接 以前阿扁是这样 马英九也是这样 柯文哲当然也有他的随物 所以你说 今天有任何人 你要找柯文哲 搞了半天不是柯文哲接电话 你今天不是陈文忠接电话 就是林传芳接电话 所以谁打电话给柯文哲 别人不知道 但他们两个一定知道 连正组继续查 对不对 而且把沈庆经的秘书 把柯文哲随物都找来 把这个在家干嘛 就是沈庆经跟柯文哲 他们可能还没说 或不愿意说的 江湖川柯台说 真相只有一个 到底有没有见过面 到底什么时候见过面 到底在哪里见过面 他们两个也许不讲 但是贴身随护跟秘书会知道 就这么简单 但问题是 我们今天都要讲 陈文忠陈文忠 把他以前仁爱所的经历 柯文哲身边 还有他创党的时候 刚刚这个 RID给大家看的 他就跟柯文哲示爱 我是客奋我骄傲 但是他这种高调的动作 后来也引发了问题 2021年的时候 他就被驱逐出门了 不再用他了 有暴障的事情 大家去看那个新闻 那你找一个 已经离开柯文哲 两三年的人干什么 干什么 去问他一些 现在还跟在柯文哲身边 不会讲话的人 所讲的话嘛 来吧 你看这张照片 我认识柯文哲的随护 不是陈文忠 第一个认识的不是他 是林传芳 什么时候 我可以把自己告诉你 2014年的9月11号 他就出现了 什么意思 还没当选市长 当选市长之后 陈文忠进来了 而且他当 主要 每次媒体来的时候 这个媒体注意注意 他其实比较 喜欢在媒体面前 让大家知道他是 因为他是 仁爱所的所长 他是警大毕业 和他身边有一个 都不讲话的 也是仁爱所的原警 警专 你就知道了 所以陈文忠是 这个林传芳的长官 但是为什么陈文忠去 是因为林传芳 来宝洁哥你看这张照片 大家一看以后 很多常看新闻的人 对对对 左边那个常常都出现 可是为什么最近都没有讲话 我告诉你回去看那个画面 柯文哲八月三十号 从他们家 金山南路的住家 要离开的时候 讲说 我要讲话 那个时候在他旁边的人 就是林传芳 还跟着他 然后呢 柯文哲一上车以后讲说 我要坐自己的车 谁去把他的车给叫过来 也是林传芳 林传芳是从第一个 一直跟跟跟跟 跟到今年的9月5号 9月5号之后 他被归贱回去仁爱所了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被收押了 所以他就不能继续保护他 林传芳才是跟柯文哲最久 那为什么不约他 因为他对柯文哲最终嘛 什么事情 他反北定跟柯文哲一样嘛 所以他不会讲 那我今天不是讲说 检掉他们今天或怎么样 这个叫连检 连政署跟台北定署 他们找到 他们找到key man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是对柯文哲也许不利 我不是说一定有啦 因为中华民国无罪推定嘛 那又肯把事情讲出来的 可能就是当时 离开了不愉快的陈文忠了 他离开不愉快 他离开的时候不愉快 他怎么样离开不愉快 他暴障的时候 当时被找到一些可能 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反正他总之 所以他跟柯文哲不说 他跟柯文哲 他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愉快 而且第二个 他离开的时候是2021年 拿保健 我们现在倒回来看 整个事件 560我通常都不太去讲 因为560 那个是监察院纠正的 而且桑三就是560 只是他有一块没开发 所以林聪明一整 强调就是桑三特 不给到那么高嘛 可是监察院都纠正了 给到560 基本上没事嘛 所有的问题 我们今天讨论进化城 都在于2020年的3月10号这一天嘛 2020年的3月10号这一天 有一个便当会 应小为奖要开的 然后之后开始往上走 那2020年的3月10号 一直到2021年 陈文忠离开之前 这一段期间 甚至啦 我就这样说啦 2020年3月10号之前 如果柯文哲有很多 所谓的批公文 他的行程常会有写个批公文 他不是批公文 他是有秘密行程的 他就写批公文 他的行程一天下来 他有三种版本嘛 一个版本是给市政记者的 可能今天就是有三个行程 可是呢 其实他有八个行程 另外五个行程 是给市府里面包含 秘书长包含副市长 是都会看到的 但还有第三个版本 是他真正看得到的 就柯文哲跟他的随护 那当你看到副市长 还有其他秘书长 看到下午2点到4点批公文 可是人又不在市政府 怎么批公文 他去外面见了一些 他不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人 当然不是说一定有问题 只是他那个是 机密的拜访对象 所以柯文哲有很多秘密行程 而这个秘密行程 只有陈文忠 跟林传芳两个人知道 老爵我要讲 任何政治任务都有秘密行程 只是有秘密行程 不代表违法 只是他那个行程 不想让他知道 所以连市府的秘书处 连办公室里面的秘书 可能都没有办法 完全掌握的这个行程 谁会知道 随车的随护会知道 所以我不是说一定会有事 而是可以看出来 连简为什么今天 找了神经济的秘书 跟找了陈文忠 很简单 他就是希望陈文忠 告诉检方到底 柯文哲有没有 在他的笔录当中所讲的 我可能跟谁不认识 我跟谁不熟 是不是事实 那陈文忠可以把他 从这个2016一直这样子跟到 到了这个2021年 离开的这几年当中 他所有的行程 如果他有记录的话 那因为呢 他以前在柯文哲身边的时候 连下中南部买高铁票 都是他在做的 所以他一定很清楚 买高铁票都是他买的 对 都在他在做 那也可能也因为 这件事情后来他离开了 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所以重点就在于说 陈文忠他掌握了 柯文哲的所有行程 不公开的他也知道 那简方现在就是要 从陈文忠的口中 可能就问他几个关键点 或许他们根据 手机的定位怎么样 他又没有去哪个地方 那因为没有实证 那就找当时的人证 人证就是陈文忠 好 所以于柯 陈文忠如此重要吗 还有你的威京小省 都已经关到里面去了 你今天把威京周边的秘书都找来 这个对案情有突破吗 还有今天兵分二十九路 原来不是只有十路 兵分二十九路 结果徐甫 徐甫真的是去破局的吗 好 我们今天来讲 兵分二十九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亮点 还是徐甫副民主书长 你没事去那边干什么 如果你今天没有被传唤说明的话 你根本不应该进到廉政署 为什么呢 因为廉政署今天来讲 以专业术理来讲 今天收案 今天收案 如果你没有被传唤 你不是一般路人 你是来闹的 你是妨碍公务 我今天收案 你在那边晃晃晃 我看廉政署凶一点 就把你带走了 等一下 你说徐甫是去闹事的 今天来讲 如果他没有被传唤 然后确实 我去查证过了 他今天没有在约财民主书里面 那你今天廉政署在收案 而且他今天兵分二十九路 弄了十六个人 你在现场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行为 你刚才讲到 你如果 你今天讲说跟我没有关 跟我没有关 你明显的你跑到廉政署 你跑到廉政署的拉比之外 然后你还跑到他的这个收发 你还跑到他所谓的这个携带式 你还在那边晃了半天 那你如果跟你无关 你应该进去就马上离开了 没有 你还在那边绕了半天 你还在那边打手机 你说他是另有图谋 这个东西来讲 我看起来就是有什么事情 他想知道 但他没有办法透过别人 他得自己亲自去 或许是十六个人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跟民众党有关系的 所以副秘书长必须亲自去押军 但是不小心被大家拍到了 所以他最后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因为你没有在月谈名单 你又来这里 他只能告诉大家 跟你想的不一样 跟你想的不一样 那你到底是想干嘛呢 你要讲清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律师 不是吧 他就没有他老婆的本事吗 他老婆那个铜墙铁壁 一定可以掰出一个道理的 对 所以徐府 在现场就显得尴尬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今天民众党有人被传 然后现在目前讲 如果还是证人的话 因为还没有备见 还没有复训 还没有结束 你证人是不能带律师的 你为什么把律师 准备好学的地方 你就算你没有人被传去 但你是证人 证人也不能带律师啊 你用不上啊 所以副秘书长去 律师准备好在那边 律师有没有用到 都要算钱的 你只要他一出动 都要算钱的 所以呢我觉得 而且这律师很贵耶 对 一定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人物 或者是他们以为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要把律师准备好 要把副秘书长 把他这两尊大尔 放在那里 这个东西来讲 才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不然你没有收到 传唤通知书 你凭什么去那个地方 对啊 然后你们现在这些都是证人 你带什么律师 证人不能用律师的啦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你这个东西看下去 你就会知道说 今天一定有猫腻 而这个东西 弄到了民众党 因为徐甫 没有在市政府认职过 对 他夫人 有在市政府认职过 那金华城的案子 现在连政署办金华城案子 那金华城的案子 是谁的案子 是市政府的案子 除非是撞到了 什么叫撞到了 除非是金华城的案子 撞撞撞撞 撞破了北市府的金流 而撞到了民众党去 你副秘书长也来了 才需要出来 律师也来了 我觉得应该这个金流 是有流到 或者是说这个金流 流到民众到 对 是有勾击到的 不然这两位大神 是不会在没有通知书的情况之下 来到廉政署 而且被媒体拍到了 还是站在那里 你就是知道说 你今天来讲的话 我一定要在现场 我不处理到 或者是我不能够 确定什么事情 我不会离开 如果说跟你没有关 你就经过也就算了 你还跑到廉政署里面 你跑到廉政署里面 你还跑到柜台 跑去柜台 被印象看到了以后 你还在那边绕圈圈 这是非常奇怪的 伸不入衙门 如果你今天没有你的案子的话 你去廉政署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 廉政署不是Seven 不是你习惯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来讲 徐福应该是今天 最大的一个亮点 但是他这个动作 也有可能变成最大的破点 每次都破在他这里 因为他这个 他每次都是破口 每次都是破在你这里 每次都是他讲实话 对 因为他以前也是 也是我们记者 所以面对同业之间的问答 他都会比较自然的真情流露 他老婆也记者啊 那不一样 人家已经进化了 人家有新的一个方向了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案子来讲 查下去的话一定会中 那不是中的话 他们不会需要 徐福跟这个律师都到 啊 这个东西是他们的害怕 对 这是他们的害怕 好 另外来讲的话 为什么今天移送到北柬去的 有威精的贴身秘书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之前有传说了一个消息 如果他的司机 真的有帮沈庆金 背钱到澳门 或是从澳门背钱回来的话 那这个东西 你没有申报 其实这就是洗钱 那如果今天来说的话 沈庆金真的有 把钱流向柯文哲 那这个钱要谁出呢 沈庆金他不是一个 会从自己口袋里拿钱出来的人 他不是说 我今天就是巨伤复古 我说会富甲 所以我可以说把钱直接 我家里的那个 Safe里面 很多现金 我就直接处理 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 以他的太阳来说 应该是从公司出账 所以谁有办法来处理他的账 贴身秘书 贴身秘书 所以你对到了一件事情了 沈庆金在早自习晚自习 被轰炸了14个小时之后呢 马上我传开过柯文哲 传完柯文哲之后呢 柯文哲的贴身随护 陈文中来到了北柬 然后沈庆金的秘书来到来 你不觉得这两个 一个是input 一个是output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条线 这条线叫金流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们退一万步讲嘛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沈庆金这边来出账 出账的会不会是 透过这些同仁 然后呢 柯文哲一定不会认 不会认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今天去一个地方 我们讲实在的 当了台北市长之后 丧失行为能力 你没有随护 没有司机 没有幕僚 我跟你讲 我看过很多 下来我们才被 不知道走去哪里的 没有闯路 我给你 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 门一打开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真的把这条线 给勾出来的话 柯文哲不认的话 那陈文忠会不会认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你今天打的这份报告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认 等一下 你说柯文哲旁边的 随身随护 每天都要写报告 柯文哲每天去哪里 这些人都要交代说 所有的行踪吗 因为柯文哲 他可以不用承认 因为柯文哲 落选了这个总统 选举之后呢 他只是一个 一品老百姓 我就是个老百姓 我不用问 我不用理你 你问我也可以不用回答 问题是陈文忠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警职 他不是柯文哲 不是民众党 我聘请的私人保全 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同仁 所以你被派去当水虎 你当然要有一定的一个报告 我今天的一个行程 一个作为 如果今天来讲 真的有这个地方 然后减连怀疑说 这个可能是收受金流的一个地方 那你要不要交代 现在来讲 如果问到这一题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吴董 我们现在看到大厂妹要来临了吧 现在来讲的 本来从你的每一道电视报民调来讲 现在赖清德跟柯文哲 感觉上我已经是什么 已经拔到相向 已经是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就刚刚讲 你如果今天大家讲 你现在虽然如果只是用所谓的图利罪 拜柯文哲 对赖清德来讲也是重商 因为你都给人家压那么久了 压了那么久了 你觉得只是图利的话 那赖清德你会受到的反噬 就看到赖清德现在的声望 真的是下滑的 现在开始又是一个新的局面 看起来金华晨真的是非办 而且是要把柯文哲给办出来了 应该这样 我们从上个月的赖总统民调 跟这个月的 他的信任度跌了六点多个百分点 然后他的负面评价 不信任度升高了八个百分点 这个是相当大的幅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赖总统这个一个月里面 好像没有干坏事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再反过来 来比对一下的话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没有向下跌 没有动 因为这个月他收压 这么多怪事情 那一大堆的问题 这么不堪的东西都出来了 9月5号收压嘛 我们上个月做的时候 他还没有收压 对 现在已经收压 照理论上讲 他收压经验之后 柯文哲应该要往下跌 对 所以柯文哲没有跌 没有跌 这奇怪啊 怎么柯文哲不跌 怎么赖总统跌 所以我直观的一个反应就是说 这个赖总统对柯文哲这个 弊案的所谓的司法 司法 编辑效益 司法的这个编辑效益 跟所有的红利 开始已经开始退烧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对赖总统不利啊 对 因为你下个月还是会继续受压 对 那下个月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这个下个月的话 你现在的新人度是52点 新人度52.5 那跌破50就很难看了 对 所以我认为 简单讲一个结论 从长期来看的话 我同意伟汉的讲法 就是说柯文哲没有竞选 2028的能力了 这个资格已经取消 这个我同意 但是今天在目前在与 赖金德所需要的 这个能量 政治的声望 目前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从科案上面 办出个所以然 我要天彩火 这个彩火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 如果你搞了一个 搞不到金流 讲白了 搞个图力起诉的话 这个情况 很难让所谓的 现在反对派的人福气 因为所有反对派 这段时间 为什么柯文哲这个底部 顶住了 他不下跌了 就很简单 就是黄国昌 还有这一批人 整个反对的势力 包括蓝军 他们的论述奏效 他们的论述很简单 就是你就是查不到金流 你只能够办我图力 图力就是政治追杀 司法不公 司法迫害 这个论述变成主论述的话 那这个会伤到谁 赖总统一定受伤 所以不能让这个论述 变成一个主要论述 所以因此 北检必须要能够 把柯文哲这个案子 办到有金流出来 办到有所谓的贪污 秩序条例第四条 如果办不出来的话 变成一个李李拉 搞了半天 之前的期望值拉得太高了 当这个期望值拉得这么高的时候 你没有办到那个程度 就整个失望下来了 所以也就是很简单 不能够打死柯文哲的话 赖清德势必要受伤 会被反噬吗 当然会被反噬 而且那个反噬的情况之下 他就没有能量去对付 在蓝军在立法院的主导性 这个他整个施政的情况 也不利 所以当你看到 卓榮泰院长的时候 到39.9% 也掉了 都看到的时候 行政院已经向下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而且卓榮泰请示范 已经有人不去了 不但不去 还有跟他唱瞎了 所以你看这个标题写得很好 就是赖柯是在做生死之战 不错 柯文哲没有能力 选2028总统 但是柯文哲可以害到你赖清德 他可以给你捣蛋 他可以制造你 他可以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他让你这四年的赖清德的 这个整个执政过程当中 变成每天的问题一大堆 搞得民调就在那边 不上不下 你失去这个整个执政所需要的光环 跟能量 所以你不能跟柯文哲这样纠缠下去了 绝对不能 就一直打到死 打到死 那柯文哲收押 坐监 整个事情结束掉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赖才有往上爬升的可能性 否则的话 他没有这个能量的话 他本身是一个双少数总统 对 他不是一个优势总统 他是一个比较属于这个 希望挑战的总统 挑战的总统 手上没有挑战的工具的话 他那就被柯 反过来一定是柯反噬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今天的民调 我看到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始 但是当然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他有可能收押四个月 对 但你收押四个月 你北姐也给我增点气 你不要再半个里里拉 一下今天搞到徐福跑出来 你要搞到什么 什么金华城的案子 办到他的一些秘书小姐跑出来 然后被告增加十个人 被告增加十个人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很简单 这就是说 这就是里面的管账的 就是在中工跟中石化 管账的人 管账务人员嘛 因为背信案嘛 他们有九亿多的钱不见了嘛 九亿多的钱不见的时候 公司有船票 船票上有签字 那这个倾倾 十咖 这个十咖 什么咖你知道吗 叫做小咖 对 当你担心碎嘛 你扮一些担心碎有什么 小咖 你要扮就扮大咖嘛 你大咖扮不下来 你去抓那个什么毛毛虫 有什么屁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北浅办的样子 让赖清德总统民调下滑 北浅要负很大责任 好所以瑞德 你是长期 这我们最有经验的 跑检调跑司法 那现在干嘛 现在真的有僵局吗 还有现在赖清德跟柯文 在政治上面 真的已经开始进行 一个对决的工作吗 那今天兵分二十九路 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那么我觉得 美丽导电子报民调 有关于赖清德总统 跟卓隆海行政院长 民调下滑 其实除了柯文的这个事情之外 我觉得跟两件事情有关系 哪两件 对 哪两件呢 第一个是有关于 那个贷款很难贷的这个事 后来中央银行不是出来 莫名其妙总裁 弄了一个东西 也不讲清楚 然后让很多要贷款的人 大家惊得死 民怨引起民怨 第二个是 所谓的大法官宪法法庭 解释死刑的事啊 我跟你讲如果当天 那么大法官宪法庭是说 废死 是说死刑违宪的话 民进党就GG就直接再见 有什么言之后 我跟你讲 这个礼拜大概 大家都讨论这个事了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两件事情 所以这个对赖清德很少 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才是伤害到赖清德 民调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柯文哲这个是因为 已经到了 从9月5号到现在了嘛 然后整个案子 已经办了到 到这个这样的阶段嘛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你知道到今天 你知道今天 日本的新首相 这自民党的总裁 几乎已经有 石破帽 两轮已经出现了嘛 连民众党还要继续 去蹭这个石破帽 今天民众党怎么说呢 说恭喜石破帽 当了这个 这边的总裁 即将非常有可能 接任这个 日本的新首相嘛 今年8月 因为石破帽来台湾嘛 所以他跟台湾 主要的政党 都见外面 他说跟柯文哲 见外面 所以民众党以后 可以继续保持 我告诉你 8月见面 人家石破帽 现在马上就要接 日本的首相 是日本的相关的座上宾 而你看着是台北看守所的 接下球 到现在还要去蹭人家 那么除此之外 事实上今天这个动作 我觉得今天北检的 这个动作不寻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提啊 有关于金华城相关的 不管你是这个 392%的 到了560 还是这个560 到了这个 等于840的整个容积率嘛 几乎突立了 就已经巩固的差不多了 突然间今天 吴玉景的兵分29路 然后呢 约谈了 今天有10个被告 然后6个证人 我请问一下 你知道今天 北检跟廉政署 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找了一堆 会有根本不认识的人 我告诉你 北检跟廉政署 这也是今天的 北检跟廉政署 今天所约谈的 这个10个被告 跟6个证人 不是在 不是在查金华城的图力 他是在查金流 他是在查金流的部分 你还记不记得 有4.3亿 包括威京小省 金华集团对这个事 不与置评嘛 然后呢 4.3亿的钱 分两次 用顾问费的名义 发出去 还不是有名单吗 那我问你嘛 那么北检这次查的 今天这么大规模的 去搜索也好 还有去 这个等于说 把人传来以后 等一下晚一点 包括台北地检署 一定会有强制处分嘛 请问 他为什么增加了 这8名的被告 还有 包括 刚刚大家已经谈了嘛 陈文中这个 柯文哲身边很重要的警官 他可不是一般的警察小队长 这些警官毕业生 不是哦 他是警官哦 他是两线三线的中阶警官哦 而且 他当年离开 他本来是在柯文哲旁边 大概超过6年的警官 贴身的 几乎可以用秘书来形容他了 他当年离开柯文哲的时候 是不愉快离开的 不愉快离开的人 才会做什么事 才会把检察官想要知道的事情讲出来 如果跟他非常众心耿耿的那些警察们 他们这些学乎可未必会讲 检察官想要知道的东西嘛 所以这些都是在查所谓的金流 所以表示台北地检署 针对金流的部分 没有放弃 没有停止追查 好 雨萱 今天这个东西 今天缤分而久入 今天看到这个气氛 现在在看到许府的态度 真的出大事了吗 本来那是要分几个重点 第一个啦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 柯文哲现在要跟赖清德要生死对决 我问一下赖清德的身份是什么 总统啊 总统嘛 他是我们国家一人 我们讲的万人之上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的身份是什么 接下球 他接下球耶 他贪污被告耶 贪污被告凭什么 今天可以跟赖清德叫板 为什么赖清德 被迫 被他拖下来说 我一定等下要跟他生死之生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 原本检调在办 我一直在讲一个重点 我说如果没有把柯文哲办到死 没有把他关到死的话 柯文哲就赢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 请问现在土利罪还办不办得了他 包围哥 现在说如果最后查出来 只有土利罪的话 柯文哲办不办得了他 办不了吗 我跟你讲民主党绝对给你翻桌嘛 全国就会炸锅了嘛 这才最大的理由嘛 为什么会十支金的变成这样 土利罪就是一个罪耶 板上钉钉啊 五年以上 对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 一定要收货 一定要收货 对不对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 民主党干了 所以民主党策略成功了嘛 他一直跟你讲说 土利罪不算罪 他一直跟你讲说 你只要没有查到金流 这个叫什么 司法迫害 叫什么 政治迫害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 柯文哲吹哭拉朽 硬是把我们的总统拉下来的嘛 所以你只要回归到今天为什么办案说 包括为什么许府今天跳出来 我跟我讲 不一样了 你知道不一样在哪里吗 就在今天喔 原本 原本是谁 北检嘛 廉政署嘛 保德哥就这两个了 我讲完了 原本是这样嘛 对不对 北检王俊丽嘛 跟廉政署在查嘛 但你知道今天谁加进来了吗 调查局加进来 哦 这才最大的重点嘛 因为你要查金流 不是廉政署一个单位就可以handle的 调查局有个单位叫FIU啦 FIU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金融调查单位 他专门就是我们讲国家金融情报中心 就是我们先前一介绍的啊 他是专业查金流的 包括我们讲的跟ACMO合作的 但为什么之前一直排出在外 之前排出在外理由很简单啊 你如果了解郑明谦 郑明谦他的前身是什么 他是廉政署署长 所以对他来讲说 哎呀 柯文哲是干的 一定办得成 一定办得成嘛 对不对 土力罪怎么办不成 这白纸板上钉钉的啊 对他没有料想要后面嘛 所以他要干嘛 我当然是让我廉政署的人 自己的同僚 自己的人 我们讲 独享 战果 对当然独享战果啊 但我先取下王俊丽 他之前前身是什么 调查局 对嘛 我怎么可能 我正明谦 我还让你调查局 来这边收割 来让你沾分光 但请问一下 为什么现在突然间这个声音 风云变射 称丰下令了嘛 就是你不要在各位那边 搞政公委 老大在讲话了啦 对嘛 我现在就是要把金流查出来 你就是把我按这个办好 所以各位抱歉手 今天他们的高层会议 都在在连政署 包括连政署署长 包括王俊丽 以及包括谁 调查局局长 人全部都来了嘛 所以代表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为什么突然间 多出这么多被告 突然间说兵分这么多路 然后开始搜索不处 查金流 代表查的主体不一样了 原本是连政署的方向 北检的方向现在加入谁的方向 金流的方向谁的方向 调查局的方向 他这个很笨的 查金流查谁 去查出纳 查谁 查账房 查谁 查这个所谓的会计 查会计查账房 查出纳就知道了啊 对嘛 所以代表说现在北检 有人提供他们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思路 不同的方向 而且 这些方向 今天调的所有人 都敢打保证一件事情 绝对都是对准金流而来 而且 这次出手跟过去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调查局才是我国 我们中华民国 查金流 首区一职单位 是国际认证 FIU是首区一职的单位 所以接下来 就是要把克文哲 先个底朝天 最后的结论 他就是说 总共收入4亿多 然后呢 花掉了大概有3亿多 结余6千多万 那照理论上讲的话 那就是应该账上 就要有6千万现金嘛 结果账上少了2700万现金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李文娟 把那个烂账 通通丢给单目镇的时候 就是现金的余额 跟他的账上不合嘛 不合是出现一个洞嘛 一个洞的时候 那个2700万不见了嘛 2700万不见了嘛 那2700万不见了 那怎么会有发票 就有发票没有钱不见了呢 那换言之讲 有人在这个 因为他们那个是流水账 每天在搞的 每天进进出出进出 所以有人在中间 就把那个钱搬回家了 搬回家之后呢 回头都不拢了嘛 因为钱少了 账还在 为什么 因为开发票的时候 他譬如说 我举例这样讲 我讲的 我有很有可能的事情 我比较专业的部分 他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民调公司嘛 对 民调公司搞了1400万嘛 那我怎么算也不相信说 他做了1400万的民调嘛 那我高度的怀疑 他这个1400万的民调支付的金额里面 实际上的成交金额 可能就三成到两成嘛 那换一次讲 如果用七成算的话 就有一千万啦 对 一千万的现金就报回家了嘛 结果前面钱先报走了你知道吧 发票也开了 最后一看什么 发票有在了 那钱报多了 对 钱报太多回家了 所以说 那哪些人把钱报回家嘛 对 那把钱A回家的人 刚才讲 李文中现在是背信 背信就代表你把钱搬到 不该搬到的地方 到底是李文中把钱搬到回家 还是柯文中把钱搬回家啊 我认为不是一个人啊 我认为很多人啊 我觉得那个搬钱的过程 也不是说一个人搬一笔一千万啊 就是我弄一百 你弄五十 他弄三十 大家扯扯扯 大家一起玩 扯皮嘛 不是啊 因为我在报这个账的时候 我先报给你说 一千四百万的这个 一千四百万嘛 那是一个大数 可是不是这样看的 他可能先报三百嘛 三百其实我只有三十嘛 对 那就多了两百 结果我就只收三十万 但是你收到三百万发票 对 那你说三百万发票的人 这承办人拿多少钱回家 拿三百万回家 你懂我意思吗 发票已经收到了 我就把这个钱先搬回家 这个搬钱的速度 比开发票速度要快嘛 那有些是不要开发票的 有些更收据的 凝据的嘛 就大家一起来干 所以难怪两张小吃店的收据 一个九百多块 一个六百多块 会变成九十几万 那我可以搬多少钱回家 所以他们讲 他们在搬钱的时候 他不是到最后结束在搬钱 他在现在进行是 选举的进行过程当中 就在开 就在买卖发票嘛 对 就在开假发票嘛 可是开了假发票的对象呢 是实际上跟他的 乘坐交易的对象 就好像我再重复讲 他民调可能是 付的是三十万的民调 对 但他开了三百万的发票 可是在账上报销报多少 报三百万嘛 所以这个承办人李文娟 就可以很自动的把三百万 可能丢给柯P了嘛 对 或是丢给谁不知道 丢给李文中不知道 反正他拿三百万发票 我账上有三百万现金 我就干掉了 大家一起干啊 干到后面 干到后面 搞什么 干太多了 干太多了 两个兜不起来了 你知道吗 兜不起来了 怪贪富正 贪富正 我们跟这个鸟关系啊 因为发票不是账富正 对啊 不只是格时啊 所以他们应该怎么办 你知道吧 他们应该 可是问题是麻烦在哪里 他的发票总数额 你知道吧 又不够 因为到最后怎么会搞到 最后开到的三亿多发票 应该又变成 又结余了六千万 所以他变成帐跟现金 他搬钱的速度跟金额 完全都不拢 变成一团乱 一团乱 最后钱分走了 对不对 那谁要拿出来 没人要拿出来 大家不要拿出来 2700万 没人要拿回来 两千万 不是一个人拿走的 是大家拿走的 你知道吗 大家乱A嘛 A完之后没有人 所以大家航线一气 所以你记得 你记不记得一个关键话 柯P怎么讲李文中 世人不明啊 为什么世人不明 他也有份 不是A他的钱嘛 柯文哲最恨一种人 A他的钱 A他的钱 A他钱的人 最后跟他都渐行渐远 我不要讲太多 反正他怀疑你有A我钱 我就恨你一辈子 他是恨这种人 他很喜欢我 他不会恨我 因为我是给他钱的人 好 是不是 刚才讲你先看到民众党 根本就是一群牛鬼蛇 这牛蛇我真的觉得非常妙 他们说别人不敢想的 别人不敢做的 我觉得民众党都敢堂而皇之地做 第一个就是这样 你现在扯到金光镜 扯到卢星 你是政府总统 你现在财产生报补办了没有 你虽然落选了 这个不是最基本动作吗 你有没有补办吗 没有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 黄山山地已经被停权了 停权三年了 我长期保密进党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停权的人 可以代表这个党 去美国参加活动 可以去代表党主席 然后他还可以代表这个党 在我的党团办公室开记者会 我根本不用讲说 今天是有一个战狼小姐姐 来主导整个路线 然后这个战狼小姐姐很厉害 你就算了 他没有 他就专门扯皮 这个党也太微妙 还有像刚刚吴总讲的 那个钱根本就是唐人家泄气 大家唯有一个目标 冲进来 抢钱 抢完了以后 不负责任 是啊 所以现在抢最多的那一个人在哪里 在土城看守所有的里面 那这个人进去之后 整个民众党变空了 就乱七八糟了 所以你看黄国昌 在办这个所谓的小草客厅会 然后这个黄珊珊在办记者会 然后蔡碧如在办法会 想的都是什么 本来都是想说 我办这些东西都是要帮柯文哲含冤 都是司法迫害 明明没有这个金流 却把柯文哲扣起来 就司法不公啦 但这些事情 我们讲的客厅会 记者会 法会 对柯文哲有帮助吗 没有 没有帮助啊 为了就是用小草 要呼喊小草说 我有在帮柯文哲讲话 柯文哲在土城看守所里面 我有功劳 我没有忘记阿伯 我有心心念念的想着阿伯 所以陈志涵在这个时间点 他也不能没有表现嘛 所以你看他这两天 在脸书上面的发文 第一时间先发文 先骂说 他在周美这个大桥上面 看到塞车 结果塞车的红通通 结果那条是淡水线 那莫名其妙好不好 陈志涵以前可是台北市的顾问 台北市的顾问 薪水领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钱 领11万 领11万的市政顾问 搞不清楚台北的淡水线 居然是红色的 你觉得台北市民会不会流汗 流汗又兼流泪啊 莫名其妙嘛 可是陈志涵一定要这样讲 所以才会再发文 第一个要转移交点 第二个要再跟阿伯讲说 我没有忘记你 你看我现在请大家要记得你 在疫情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是猪队友 领了20万的猪队友 这是陈志涵 让大家都再一次的想起柯文哲 在疫情的时候是怎么样恶搞台北市市民 而且包含黄珊珊也要一起拖出来 好好的编一下 过去她在疫情的时候 是如何只为了要选市长 然后忽略跟中央的一些合作 所以我觉得整个民众党 为了让自己的党在柯文哲后科时代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我觉得现在是荒腔走版 因为柯文哲进去之后 没有任何人可以主导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不能用正常人的想法 他的道德 他的价值 他的规则 跟我都不一样 因为大家都想 如果真的我们的党主席 真的被司法破坏 司法不公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请最好的律师 帮他在法庭上面 来帮他发言 结果整个党没有 整个荒腔走版 只是开说明会 开法会 然后乱发文 这些事情对柯文哲都毫无帮助 现在看起来 陈贝奇压力非常大 而且现在传出来说 随时会约谈 随时会变被告 随时都可能涉入洗钱罪 为什么他现在是涉入洗钱罪 就是你不要说 你现在交代不清楚 更关键的是 所有的账 其实他应该最清楚 如果他没有那么清楚 他不敢去看这个豪宅 刚讲 现在不是进种的钱有问题 这也不是讲吗 现在最后三个月 竟然有两亿进去 两亿其实是小钱 现在更重要的是 物可公司明摆着 就是有1.5亿的营收 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 你现在的4300万也被认为 你4300万没有错 从你的户头进来 但是你是从什么户头进来 你的这个所谓的 柯文哲的户头 那其实是一个大符号 更不用讲 现在还传出来 中间的那些加密货币的钱 到底跑到哪去了 保安哥现在陈贝奇呢 配一集我们讲的第一女车手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律师 他需要什么 一个会计师 因为他金流帅太多太乱 错综复杂 我们刚刚讲到 默克公司明面上不谈 不是耶 他现在被爆出来说什么 不对哦 你默克公司是不是 自己有卖小物 那就是私人公司的 商业一例行为嘛 那这个钱是谁在管的 李文中在管的 那请问一下 这个1.51去哪里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搞不好进了柯文哲的户头 我给你保证 你查也查不到为什么 因为私人公司根本不需要监管啊 他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政治的名义 用的是木可公司的名义 所以说之前木可公司讲说 我的剩余款就是4000多块 根本不是4000多块 如果你按照说 我的授权管理费是十分之一 是1500万 你回推就是1.5亿 那只有1.5亿吗 搞不好更多 那这些钱 其实都已经凭空消失了 对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木可公司卖所有小物 贩售所有商品 他有一个要求 什么 现金来啦 百行我没了 所以到底是1.5亿 还是更多 我都不知道 因为他跟你讲说要清算了 宝贝哥我请问一下 他清算了没 没有 没有啊 后来开发票给你看 对不对 还开一个我们讲 穿越时空的发票 所以到底现在 除非你把收支表 就算你收支表出来 我跟你讲 我也不是很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现金来 现金去 账全部都是你自己在报 而这个1.5亿 有没有留到柯文哲 也要查 因为呢 最后总管人会是谁 会是陈佩琪 而且不只是这样 各位 陈佩琪是有实力的董娘哦 不要忘了 4300万 现在晒出账户来给你看说 哎呀对啦 是不是选均补助款 也不知道 因为检调现在打一个问号说 你说选均补助款 就是选均补助款 不是啊 你这个是谁会给你的 又是李文忠 万流归忠会给你的 而且 你买完房子之后 4月30号给你钱 结果呢 你5月10号 马上买了4300万 结果转过头 宝贝哥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继续晚风徐徐 继续逛街 继续看豪宅 看了1.2亿 看了1.43亿 看了2.5亿 看不停耶 你到底要买多少间房子 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少 而且再来 你不要忘记哦 金华城现在消失了有多少钱 9.3亿 哪9.3亿 公关费 4.3亿 里面有多少钱 有没有去到陈佩琪这边 不知道 再来有5亿元 来自什么 来自鼎月的 我们讲Commission 分论 进到神经金口袋 然后呢 是不是汇进去了 是不是有转到你这边 还是透过竞争专户 怎么样洗的 全部问题都在陈佩琪这边嘛 因为陈佩琪现在太乱了 20个账户 那这个20账户里面 他只赛出5个给你看 所以陈佩琪真的是下一个目标了 那当然嘛 因为我们讲他每天在那边打打打打打打 一进一出一进一出 这个叫洗掉 619万是小条 剪掉真的要抓的大条是什么 你背后面到底藏多少钱 更不要忘了各位 还有所谓的USB哦 那这个USB里面 光Excel党里面 可能就三四十个人民哦 那三四十个人民里面 这些金流 全部都是打上问号的哦 你说Excel党里面 有这么多的人民 对嘛 那你如果后面 就是其中一个 那小准是one of land好不好 one of land而已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陈佩琪 在这个状况下 再加上虚拟货币 因为减掉现在机器侦判当中嘛 不要忘了哦 李文中已经定掉是背信了 背信代表说 他把不应该拿的钱 背信了他的公司 背信了他的政治账户 转到别的地方去 那转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陈佩琪拿到 又拿去做使用 又拿去做竞存的动作 那只代表一件事情 你的洗钱罪被告 恐怕不愿意 好 我想现在江湖传言 也就是很多人收到的 现在陈佩琪已经在找律师了 在找律师代表 他已经找到发票 已经收到传票吗 现在难道整个检报单位 下一个真的会约谈他吗 为什么要约谈他 因为真的只有他 最了解中间金流的来往吗 如果陈佩琪到现在还没找律师 我才觉得惊讶啊 是哦 他本来就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属于高风险对象嘛 他已经被当列政人约谈过了 对不对 而且第二就是说 如果说李文中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外面的帐篷 那陈佩琪是柯文哲在家里的帐篷 对 那如果是柯文哲的 整个前处的问题的时候 陈佩琪当然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之前在友台的节目 我就讲过 陈佩琪恐怕是柯文哲最大的破口 因为他极度欠缺法律常识嘛 他还记得这一整个风暴的源头 最开始的时候不就是陈佩琪自爆说 找儿子开人头公司 对开人头公司 所以陈佩琪他基本上 因为极度欠缺法律常识 所以讲话经常三共四老伙 经常越解释破账会越多 包括最近他秀那个存折账本 有没有 也被网友啊 眼尖的查出来说 用眼睛看到眼睛快要脱窗了 发现说什么 柯文哲被搜索前一天还汇出去 184万 对这些等等的 你就显示说 陈佩琪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 解释这些事情 所以他应该要找律师 对他自己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觉得陈佩琪现在已经 他可能浑然不觉自己已经 涉入了这个 台湾民众党的政治斗争的圈子里面 因为你看 现在台湾民众党很明显有个三角形 对 王国昌 蔡壁如 还有一个 我把它称为夫人帮 这个夫人帮 陈佩琪并不是帮主 他是一个招牌而已 在这个后面是谁呢 黄珊珊跟陈志涵 因为你看陈佩琪出来之后 黄珊珊第一个当UBER司机去接他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陪着他到处 不管上节目 这个佩琪医师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背面禁止反射 陈志涵在给他打PASTA OK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陈佩琪他这个角色 是因为 他在这个后科匹时代的民众党的权力的 这个平衡里面 他是这个三角形要稳住很重要的一点 对 必须要能够让陈佩琪出来当招牌 打什么牌打悲情牌 把他当作是这个跟柯文哲最强连结的一个 连结点 因为现在黄珊珊其实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被停权的身份 我真的不懂他已经被停权了 他一天到晚出来说三道四解释什么东西 你这个党已经照理来讲 你不应该再接触任何党务了 所以他必须透过精神领袖陈佩琪做一个中介 去确定他的正当性 但是这对陈佩琪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他出来演的这些剧情很多都不合理 包括昨天中秋节又去看守所外面 说什么柯文哲如果没有抱着他都睡不着 那奇怪啦你之前不是去住旅馆吗 你讲这个出来就是给柯文哲的闹嘴嘛 那甚至是在里面声援柯文哲的时候 是非常思念他的时候 大家也会质疑啊 现在黄国昌不是在说 都没有图利一切都合法 那如果你一切都合法的话 怎么不去声援彭正森 怎么不请彭正森的家人 到外面跟你们一起过中秋 因为你说一切都合法啊 代表彭正森是被冤枉的啊 公务员都合法 这个应小为也冤枉啊 沈庆森也冤枉啊 反正你们不是说全都没问题 陈佩琪出来演这一出 其实越演 对他来讲是越伤 因为如果你是检调 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检调 看到陈佩琪这样一天到晚 出来讲这讲那 你会觉得他什么都不知情吗 你会觉得他什么都知情吧 可是我不懂这件事 你看到后面的淫务者其实是谁 是黄三塞 感觉这是黄三塞教他做的 可是黄三塞不是律师吗 那黄三塞为什么 感觉上就是把陈佩琪丢到火坑呢 没有因为黄三塞不需要就柯P啊 对他来讲最大的 最大最大的政治利益之所在 是他未来的政治生命 包括什么 第一个两年条款 如果他现在没有两年条款过了之后 他没有这个部分去立委 再加上他党的停权 他无路可走啊 但是唯一的方式是如果说 在后科P时代他在党内 还可以继续扮演角色的话 他2026台北市长才有戏嘛 所以现在他必须拉着 陈佩琪出来做这件事情 他才有机会跟黄国昌案蔡壁如一拼 但是如果站在为陈佩琪好的角色 其实他现在应该就什么都不要再讲 这是唯一保全他自己的方法 否则他一天到晚在这讲这讲那 检掉如果不传他的话 变成是检掉失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